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四 我们在海外放生不方便 经常请国内的同修待放生 师父开示过在放生的同时 我们自己在这边祈求效果更好 不过国内放生时一般是上午 由于时差关系 我们欧洲一般已经是凌晨两点甚至更晚 这个时间段还可以在佛台上香 同步祈求或者上新香祈求吗 不要啦 你就在最好是一早不一迟 比方说你是 他是 就比方说国内的同修是早上去帮你放生 那你在前一天的晚上或者中午 你就可以先说了 我已经委托了某某某某 谁谁谁共修主 谁谁谁帮我们放生 放多少多少 全部讲给佛陀听 然后呢保佑我家里 或者保佑谁 保佑自己身体好 都讲清楚 讲完了之后你睡你的觉木就好了 他放下的话菩萨全知道了呀 你如果放完了你再跟他讲 说不定可能会有些不圆满的 听得懂我意思吗 听得懂 只能早不能晚 大家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那么请问师父如果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放生的时间如果不确定 比如如果我们提前两三天就跟菩萨上香讲的话 对呀 你看看过节也是的呀 哪有过完节再说庆祝的 青春节们都是在春节之前迎春的呀 迎新春呀 听得懂不了 听得懂 都是先开始赢的呀 什么事情都是先要讲的呀 先讲了人家不会生气呀 后讲了就叫解释啊 所以你看人为什么有的人会出毛病啊 一辈子不会做人呢 他永远事情发生之后再去解释 这种人不会做人呢 别人家看不起的 什么事情讲到前面 人家都不会生气的 这我又教你们做人了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释 你就是师父要接待人 我都跟人家讲 师父给你半小时 待会我要出去开个会 我要出去见人 不好意思 人家感动 人家不会 你要是不跟他讲 你把半小时站起来 他也不开心了 听得懂不了 听得懂 感恩师父慈悲开释